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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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watching TOYS TV 歡迎來到 TOYS TV的玩具堂 心聲明差時間 我是Brian Lo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 內地的我認為是1比18的敬禮 好像是新的 但其實也不新的 最早發佈在2018年 他們已經發佈了第一個系列的女兵 這次厲害了 隔了3年之後可能是疫症的關係 加上我理解的品牌的創辦人 要求非常高 一直有調整有改良 到了現在2023年 才推出第二個系列 這個系列不少東西 1出出10個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兩隻機械兵 我看回當年的設定 也有些分別了 但如果有心去留意他們的頁面 可以看回他們之前的Facebook 在2017年公布了超過50款的造型 是非常之震撼的 甚至是給當時有套很受歡迎的科幻片 流浪地球還要做 好 在去到看實物之前 當然要講回一些產品 這次跟大家介紹 就在10個裡面 機械兵之後就到南兵 然後到女兵 4款南兵 4款女兵 今次介紹4款南兵 記住大家清楚要留意 因為這幾款兵 看上去是非常接近的造型 但其實裡面很多細節都不相同 如果你配購一些兵種 其實非常之好玩 但也要留意 究竟你要選定哪一款 或者哪四款 或者全部四款都賣光 讓大家看看 其實過年前的樣板已經到我手了 先介紹了機械兵 先有兩個 其實那兩隻機械兵也是有分別的 現在這四款兵 4個我告訴大家 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頭雕 頭盔 頭盔 武器 都是不同的 甚至穿衣服的顏色 都有分別的 裝備、護膝、護肩、護肩的裝甲 都有分別的 雖然很遲 但如果1-18 要大家小心點看才能看到 那當然了 一會兒的主角鏡頭 我會跟大家分享 更加清楚 怎樣這四個兵的分別 以及怎樣可以配對 或者它的狀態有多少 基本上來說 我會形容有三個狀態 一種狀態就是 在packing裡面 所有ear都還沒上 包括背心都還沒穿 一個要穿基本的BDO 穿在身上 這個狀態 第中狀態就是 full gear 戴上頭盔 另外呢 就是half 就是 除了頭盔 有人樣 但是呢 它就戴著一些現代的頭盔 那待會兒 留心看看 其實真的做到三個造型 其實三個造型都很棒 那配搭出來 有很多的變化 那加上質量 和身形比例 我自己是賺到一絕的 為什麼呢 啊 切成一個人之餘呢 另外呢 你穿上衣服也不覺得臃腫的 那當然 在這座身靈裡面呢 它發覺呢 略為籤手 但是 沒有離開了 我們人應該有的比例 和那個 大小的 那又穿上衣服 那又穿上衣服 好了 那我們一起看看 主角的頭 總共四款 一款 兩款 三款 四款 都沒事的 當然了 其實不是 大家看看 好了 又來到我這個招牌刺激畫面 這次介紹行星陸高的1比18系列 那麼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後面的Star Wars Black Series 1比12 我叫陸傳先 那些外星人呢 suppose都是1比12來的 那所以1比18小很多 但如果你不看 旁邊那些呢 就這樣看這些呢 那可能呢 都真的看不到那些比例 那現在1比18呢 真的很厲害的 好了 答應我大家 因為這一組系列呢 四個兵呢 其實真的 如果不看這條片呢 我想呢 你都會花多少時間去study 當然啦 官堂可以看到一些端禮的 手腳是慢的 但是呢 看看這四個主角 其實這個 剛才剛才說呢 如果嚴格來說呢 我就會有三種狀態 這種狀態呢 就是 穿了gear 穿了full gear 但是它是現代版本 為什麼呢 表面上呢 你會見到呢 它是 穿了BDO T-shirt 整個主角 真的啊 你組裝上身呢 就是這樣的 哇 為什麼這樣會這麼少呢 不是的 其實它做得很好 每件配件插進去之後呢 不會oversize 比例剛剛好 這個是 幾巧它的 product design 和工程 就是呢 很貼的 那些PVC膠 出來之後 裝回去呢 這個是要值得贊的 那你會見到呢 人的樣子 和上面呢 有個 叫做 頭盔 還有個 戴了面罩BALAKAVA的樣子 那BALAKAVA的頭盔呢 不是 頭盔 就是配合一起用的 那 右邊 右上的那個呢 這個呢 字字才行 這個呢 就是那個 鏡筋來的 那基本上 你會覺得 人頭加 面罩頭加 頭盔頭 那已經很多東西 其實 還有呢 後期加的 他們已經是後加的了 其實每一盒的底 裡面 你會發現呢 有一盒東西在裡面的 這一盒東西其實呢 最起碼是帶了三樣東西 第一呢 就是看到後面那些 現代頭盔 還有兩條 extra 頸巾 所以換句話呢 這個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不折不扣的 現代總兵的造型 加上它的 Pattern 就像Modicam 所以這個我就當它 現代造型 另外呢 科幻造型 因為它的故事發生在 二千 就是一百年後 如果沒有記錯 2105AD 就是差不多八十年後的世界 那當然 這個當然是現代造型 那但是 21180年後的造型 就是應該跟大家說的 好了 所以我形容是三個造型 好了 那這四個呢 就是ABCD款 我試著看它 就是四個主角 那其實其中呢 有三款呢 都是同樣的 頭盔 雖然那個盒的名字 都是叫 啊 EFSA的 Security Force 但是除了樣子不同之外呢 除了樣子不同之外呢 除了樣子不同之外呢 其實所有器材 都有一點點分別的 但是不大不明顯的 所以要很細心才看到的 這個是第一個狐骰 這個 這個是 我叫 irst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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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介紹一個 我是叫做主角的 你看到 除了一個帥格外 因為頭髮好像斯朗那樣納起 它是穿長袖衣服,它是穿整件BDO的 而另外三位朋友 就是BDO的褲,加T恤 深色的T恤,因為顏色有些看得不清楚 這個也是穿T恤的,不過這個就是卡奇色T恤 所以換句話,如果你有特色可以說就是這個 它有個名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是什麼名字呢? 我靜靜地會寫下這個貓子,EFSA的MA2 MA2就是有BDO的 我估計會多些人買這個也不頂,但其實是不一定的 好,接著另外呢 帥仔 短頭髮帥仔,不是斯朗 MB3 官方的圖其實也有的,不過大家可能不在意 第三個鬍鬍哥哥 就是MB5 第四個就是他 就是我叫他 都是穿T恤,不過卡奇T恤就是MK3 人就出來了,所以看不到 既然是這樣,先說他 這個呢,你會看到 這個頭盔是BALMA裏面的,大家放心 總之今天看到的東西,除非我沒有說明 我說明,基本上都是在這套兵裡面 完全有的了 價錢方面呢,大家可以留意我們以下的連結 或者相關的商店 我估計應該是350元的官方價格 其實跟現成其他牌子是差不多的 因為他這套是很複雜的 就是部件是很多的,其實全部都要穿上身 你就知道了 有什麼不好處呢?不好處就是你要自己穿 先說,一定要 如果你發覺,當他穿的時候有點困難 建議大家真的吹吹風筒 很容易的,不用吹多久 不用吹到辣到辣手的 大概吹5-10秒 他就已經結束了 那你就可以過到手臂位 和腳掛囊位 那有些Gear呢,其實是要先把頭盔 把頭先剝掉 頭肯定很方便剝的 頭就不用特別吹的 因為他的波裝做得很漂亮 踢一聲就出來了 另外呢 前臂,手臂,千萬不要硬去拔一下 這裏是不應該去拔掉的 因為你拔掉頭後 其實基本上你就可以穿到WASS 好了 但是特別的地方要注意的是 兩對腳 其實在這個寬關節 就是這個大腿位 這裏是可以拔出來的 一拔出來 那你就可以把大腿的Gear 和小腿Gear 另外鞋都可以脫掉的 就是鞋的部分 可以脫掉的 但是呢 尤其是鞋 奉勸大家一定要吹了風筒 才拔掉 一來容易拔掉 二來就是 你強行用死力 你知道我們有多大力的 這男人 真是這麼幼的 1比11公仔 真是怎樣都被你捏 任何角度都被你捏斷的 所以千萬不要 尤其是外國的朋友 那些大隻佬 一定要吹風筒 才去拔一隻鞋出來 那當然呢 我也建議 寬關節這裡 都要吹風筒的 那頭上 我覺得可以不需要 為什麼寬關節要脫掉 因為呢 其實你強行拔 其實會拔傷了PVC 就是拔闊了 一邊扭 死命的扭 接著呢 又闊了 對呀 扭得了 但是裝回來就鬆了 所以建議真的吹了風筒 才穿 寬關節和鞋 都要吹風筒 那手是不能脫掉的 不要強行 只要拔出來 可能你就會看到 斷了的關節 那時候就不要哭 說回這個兵 看到頭盔 是完全帥氣的 那你會看到 我是將它穿了所有裝甲 你會看到 後面這一個 是沒有裝甲的 但是不用怕 其實一向都有 只不過我們裝出來 是沒有裝的 即是沒有裝到裝甲 所以其實又可以輕便一點 其實它可以穿了 細心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實它們每款的裝甲是不同的 起碼有兩款裝甲 那它就 即是 即是 即是混合了 所以呢 你每一個都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呢 其實它有兩款裝甲 如我所知 而WASS 也是有兩款的 你會看到 為什麼我叫這個 主角呢 因為它那款WASS是不同的 這三款WASS 是一樣的 那分別是一樣的 你會看到兩邊這本WASS 都有一些硬的部分 在這裏 就是我的硬件 兩邊都有的 而 後面這本呢 是側一點的 是不同一點的 另外它又有穿BDU 所以這款其實比較多 不同的地方 你會覺得 好了 再看看這個先 所有手臂有裝甲 我叫肩膀裝甲 前臂裝甲 WASS 頭盔 頭頸跟 頸跟是有幾款的 大家可以隨便配搭 背囊 好了 另外 腰的Gear帶 那些東西 全部都要穿上去 大腿兩邊都有東西 一邊可能是雜物袋 另一邊就是手槍袋 對 手槍還沒裝上去 好了 接著 護膝就連結褲子 這個 護著小腿 這個叫小腿護甲 就要額外裝的 鞋 所以一定要除了 剝了一雙鞋 才能穿到小腿護甲 記住 好了 這個說完了 我叫他一號仔 好了 接著 就說 帥哥 好了 這個 其實看起來 不像 白種人 好像亞洲人 有兩個像白種人 兩個像亞洲人 這個 這個 就穿深色的T恤 好了 這個 就 兩個是一樣的 胡蘇老哥哥和他一樣的 但頭不一樣 那你去見 這件襪子 就和剛才的一樣的 但是背囊呢 我記得好像有點不同 背囊有兩款 有一款是長條型的 有一款是闊絲 那大家買了就知道了 另外呢 就 大腿那些Pouch 其實是一樣的 Pistol Pouch 那些是一樣的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護膝這兩款已經不相同了 大家留意一下 看到了 護膝已經不相同了 而這款呢 我就沒有裝到護小腿的勁 其實也是可以裝的 那我叫它輕便裝 就是 後面的這個就是Full Gear 這個呢叫做Half Gear 這樣就輕便一點 那麼呢 他們拿著Riffle呢 其實呢 這三個呢 這個 兩個穿 三個T恤的呢 其實那支Riffle是一樣的 哈 這個樣子就很像M4 如果有錯 證證 但是我叫主角的那支槍呢 就有點不同的 那支Riffle就不同了 那這個就說這個了 那 那 也是啦 現代頭盔不用擔心 每一個都有的 不過我剛才這個呢 就沒有幫你戴頭盔而已 其實頭盔呢 基本上是一樣的 顏色有點不同的 有個是新綠色 有個是卡奇色 這個鬍鬚哥哥的樣子呢 蠻帥的 蠻合適合的 我才覺得 Post 方面呢 是放一些很帥的Post 都可以的 看到嗎 我沒有放Stand 就這樣放 當然呢 我出了少少術的 我就放了Bluetail 因為呢 其實站穩是容易的 不過黏著我拍片 就比較方便 好了 EJ Riffle是一樣的 那又是深色T恤 那 Pulse 全部都一樣的了 但是呢 那條褲子和鞋子的顏色呢 原來都有兩款色的 鞋子呢 有深色一點和不淺色一點的 背囊有兩款的 所以大家呢 在互相配搭方面呢 就比較多Combination 我叫 這一集一次講四隻都沒辦法 再久一點點 因為如果一隻講就蠻開心的 不過時間關係都要盡快拍了 很帥氣的 是嗎 最後講第四個了 容許我叫隊長先 因為他穿BDU 這件衣服也是BDU來的 長袖衣服 那麼 Go West是不同的 很明顯是不同的 你留心一下 自己對一下影片 不知道會不會再比給大家看 Gi-Riffle也是不同的 那其實呢 我覺得他生產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就是 每樣都有兩款以上的東西 頭雕不止四款 然後呢 就會在這裏 互配的 但其實呢 我會給一些東西看看 我會發現呢 其實還有第三個 Variation 不過應該就不在那些 產品裡出了 有人會問呢 其實這一批會不會有 這個Side Pack 即是背包裡面 有Side Pack 這個洞 它是沒有的 問過生產商呢 其實它的Side Pack 其實就是之前那套Gear 純粹Gear 背包 腰帶 Vess Carnas 那一堆東西 就有Side Pack 所以你可以買到它 再加進去尤德 其實不做也沒什麼問題的 不過呢 大家不要以為它是少了一件 是沒有的 原本是沒有的 即是搬來玩也沒什麼問題的 背包那裡 大家留意一下 總之每款的背包都有兩款背包 兩顏色頭盔 兩種槍 兩種S 兩種互搏 互堅 互徑 互前臂 其實基本上每樣都有兩種 當然 這個Pouch Pistol Pouch 那些就是一種 腰帶也是 目測也是一種 但有時候上色它有些不同 鞋也有兩種 這個呢 我先叫它主角 如果要看號碼 就留意一下 剛才影片前面 我介紹過幾款號碼 好了 這個叫現代狀態 所以我喜歡現代狀態的朋友 絕對沒有問題 很開心 記住 這裡我還沒裝完 不過只不過讓大家看到有不同的變化 好了 鏡頭一轉 是不是很方便呢 沒錯 因為我用了一個Stand 用了這個透明Stand 這種Stand 是ACI出的 可以放後面的Black Series 也可以放3年出的 Star Wars G.I. Joe 其實Excel Ring也可以 因為最重要是你的腳仔 有個孔就可以了 總之在腳有孔就可以了 當然啦 每個牌子和每一款 Figure 其實孔都有大小的 我看 如果你發現它太窄 其實呢 就可以很狠心地 用這個工具 轉大一點 你轉大了 不會爛的 沒有人叫你轉爛腳的 但是呢 後來縮回去 不用 因為你這些Stand 都不是到處都是 你轉好孔的大小 其實刺下去就可以用了 所以不用擔心 如果 喂 這個Stand 就加少許 Bluetap 因為我們發覺呢 一路續一路用的時候 其實真的 每個Figure 的孔的大小都不同 就算同一款Figure 的孔都很大小都不同 不知為什麼 尤其是Star Wars 孩子部那些 可能真的出得太多 有時候真的不同的 就要自己倒閉了 但基本上這個Stand 就可以幫到手 可以很steady 站在這裏 出場又可以整班 動在這裏 很穩陣的 好了 這個狀態呢 我叫科幻狀態 其實都是一樣 專門組裝一些Combination 出來的 其實這個呢 戴著Bullet Cover 其實每一次他戴這個頭盔 他都戴Bullet Cover 因為這個人肉頭呢 戴呢 我就沒試過 其實行不行呢 我相信可以的 不過 其實不行 會刮花 告訴大家 會刮花 那Bullet Cover 就把頭髮 即是縮小了 縮小了之後呢 他就變成可以戴 直接戴就戴到的了 單手都戴到 對了 戴到了 搞定 好了 沒有型仔呢 我要讚的就是 PGV的東西呢 比例非常之合我心髓 我說合我心髓 但是合不合你心髓 你自己決定了 有些就會跨一點 有些會大隻一點 我就覺得這個是比較 接近我自己期望的人形的心髓比例 好了 戴在頭盔 其實全部Fullgear 這些肩膀鴿 其實隨時你拆不拆都可以 穿了又有不同的玩法 其實這個前臂鴿 每個人都有的 這個就是有的 不過沒有穿到 這個叫方眼狀態 其實基本上這些是一樣的 分別就是 主要是戴 這個飛褲對頭盔 加這個頭盔 好了 頭盔為什麼 這個叫主角呢 這個叫主角呢 因為真的 你看到這個 他穿著BDO衣服 其實頭盔都不同的 我給大家看看 分別是哪裡 這些叫普通 胡蘇哥哥普通 這個頭盔有樣子 再給你看看這款 頭盔 連幅畫都不同的 那你在這個鏡頭看 兩款頭盔都很明顯差異 有厚差異 顏色 狀態 都不相同 那所以呢 這款頭盔呢 四個裡面才得到 這款頭盔 那我覺得 如果這樣安排的話 可能真的會多些人買 這個都不定 因為這個膽一定會買 那再搏一個 但是其實他 頭雕啊 配件都不一樣 會買了四個 我覺得是極大可能的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叫科幻狀態 這個也是 其實是 只不過我給大家看 有深色的T恤 和前卡棋T恤 那支槍拿著 那其實基本上 你怎樣玩都可以 這個叫第二個狀態 好 第三個狀態 我剛才說了 就是穿著BDO的狀態 就是這樣 那其實是可以做到 很輕巧 輕便都可以的 譬如這種比較輕便 對不對 跟著又叫做 Half Gear 其實都不Half 因為這個都穿了 這個Half 這個Half 我胡蘇哥哥這個叫做Half 就是一半 不好意思 說到中有英雄 這個一半 其實造型也有幾種 如果你要買 就算買刁碧棋座 你也可以砌兩個造型出來 那 件方面很開心 有頭 就是 現在多了個頭盔 頭盔 槍就只有一支 Riffle也只有一支 Pistol也只有一支 武器方面就沒有那麼多 就是剛剛緊的 我同意都是一樣 就是教育 最重要就是 你不要只是 長年都是同一把槍 就可以了 因為可以有新槍玩一下 但是你兩把其實都拿不到 只不過是在這裡 儲多了槍而已 那買一會是開心的 但是玩起來 其實會多了一些槍出來 就是 我經常看到是多了槍 沒什麼用 但是當然你可以揹兩支 希望每天去出些有背帶的槍 就會可以揹著一支 揹著一支 揹著一支 好 那同場加影呢 有些特別的東西 在我收到的樣板裡面 首先多謝PGV 給這個樣板上來拍攝 先擦擦擦擦 好了 出鏡子 多漂亮吧 就是這兩個兄弟 這兩個是為什麼出現了呢 他們呢 嘩 厲害了 這個呢 在1比18裡面我見過 真是最精細的一個 組件 一支夜市燈 四顆的 兩顆的 全部都是可以活動的 抽起和放下 但是呢 跟大家說明先 這一款 兩款頭盔呢 就樣板裡面有 但是查過呢 不是這一批四個男子 會有 但是它的角度呢 是接近的 就是不是隨便 斜著做的 眼睛是對回 我戴帽子戴得好就可以了 不是我個人戴帽子 就是我戴公仔的帽子戴得好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對回的 可以水平對回的 是不是 做得非常精細啊 這頂帽子 希望它快點出回這個 因為這個頭盔 眼燈呢 我就發覺它是連著的 在廠裡面是貼 就是做了連接的 那 那 斷猜 這些頭盔呢 現在用著這一批的頭盔呢 可不可以加上呢 我覺得這麼小也有些難 有些難度的 當然你插下去是可以的 但是應該在工廠做連接就好些 希望它可以出這個頭盔 因為如果玩現代的 真的很順利 而這兩個 基本上都是混搭出來的 有些舊件 即是背囊的 但是其實槍 你見到這把槍 我還沒見過這把槍 不知道會不會是之前 那四個雷兵有用過的槍 我在樣板裡面 發覺也有一些槍 我還沒見過的 講明這兩個是 參考的 這兩個是參考的 雖然很帥仔 純粹只差一個夜視鏡 而已 對了 還有這一個 那個衣服是葉袖的 他穿著BDU 但是葉袖的 所以這個 我不清楚了 暫時未跟這個廠方 確認是 蜜咚咚 嚴世衝 但是就 因為男生他沒出過 換句話 這個會不會之後出過葉袖的 我回答不了 都很期待的 如果葉袖很帥仔 Stamp很方便 不會跌又很快 用到 放到你需要的帖 好了 今集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集 我是Brian O You are watching TWICE TV 拜拜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 麻煩幫你訂閱 還有分享給朋友 因為這些影片 如果是幫到你受的 請多多支持 拜拜 拜拜 分享給朋友 分享給朋友